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观众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梦想成分》 我是主持Amanda 霍彩玲 当然除了我之外还有我的拍档 当然还有我士师麦佩苑 在跟大家谈一些关于婚礼上的资讯 最近市面上的女孩子或贪美的新娘子 都很喜欢用一些东西令人觉得眼前一亮 或者自己的物品都很喜欢闪光 是吗?Amanda 我家里有不少闪光的东西 包括食物、耳環、耳環等等 或者电话有很多电话壳都会闪光 甚至有转车或者家里都会很闪光 大家又想了我想闪光 难道真的要迷石慢慢刺 我知道现在有些服务很好 如果你想要一些贴身的东西 例如说电话套等等 都比我更容易去贴 甚至乎我家里的灯键 或者在家里的墙里 我想要闪光的话 都会有些朋友可以帮到手 帮我设计之外帮我贴上的 今天很开心 请来一位嘉宾 她是哪位呢? 她是一个闪光的设计师 Katherine 在和我们分享这些心得 Katherine 你好 Katherine 你好 一说这些闪光的东西 我们三位女生都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总有几个人在自己身边 我想知道Katherine 其实在闪石来说 大部分人觉得很容易 但在你设计当中 是否我们想像中容易 其实都很简单 其实我们公司都会有些服务 例如贴石的兴趣班 和证书的贴石课程 带给大家 都会教大家去做 Katherine 你也是一个美女 最初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有兴趣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闪光的东西 我自己其实还没做这份工作之前 我自己都很喜欢去钻研 或者看一些书 去学书的 Amanda 有没有试过自己贴这些? 如果真正的贴就没试过 因为我发现贴最难的是什么? 因为它的表面 甚至未必是平面 和胶水不漂亮 那会脏 我试过烫 自己 试过烫一些人名 送给我的朋友 或者试过自己做些衣服 都烫一些闪石 但是烫和贴是两个技术 是吗? 是的 其实烫石 我们在石上有些热溶膠 我们需要预热 才能够确实在衣服上 我们平时贴平面的东西 我们主要会用胶水 平时贴不同的物件 我们都会用不同的胶水 例如手机壳 大面积的物件 我们都会用慢干的胶水去做 而快干的胶水 我们都会贴在发箭 或者头裤 都想去快点固定的位置 那些地方 物件上面的 嗯 果然是专家 又教识了我们 有时候 我自己也试过 可能这个成效 真的不会有那么漂亮 那么擅长 Catherine 我想问一下 那些石会不会有种类的分别 其实也有的 好像这个iPhone Case 我们都主要用了一个尺寸 对了 利用这个尺寸排列法去做 看上去就不会整齊 嗯 即石本身都已经有不同的切角面 或者形状 是的 而且我们都会用不同的黏石方法去做 嗯 另外除了我们一般看到的 细细粒之外 我也知道有些像补石那样的石 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最近最新的那些都会是这些 叫做fancy stone 是好像补石型的石 现在都比较流行的 除了平面那些石 现在大部分 譬如有些客人不喜欢整个面积黏 其实黏一点这个 都觉得整个物件都变得不同 是的 我觉得很立体 而且看下去就没有那么单调 因为每个人都很平面一次闪光 但是因为刚才有这样的石 补石的一些闪光 最好的就是 形状不同 颜色也不同 感觉上也很不同 正如在这个相机黏完之后 会是有一些很独特的图案做出来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想问 经常有闪光的朋友都会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经过脱石 又或者凸起了 很容易脱掉了 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或者会不会黏的手法 可以避免这个情况 其实脱石 其实大部分客人 我们用专用的胶水 其实他都不会一堆脱掉的 可能有几粒 其实脱掉了 我们都会有个服务 都会帮他们补回 又或者客人想自己 拿些石回去补回 其实都可以的 可以用 买一包石 自己回去买胶水去补回 即是说 其实你们都会有一个 售后服务 帮他去处理脱掉等等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 好像刚才看到的相机 会有些不同的粉丝石 在上面 亦都有些手机的壳 上面有些很闪的闪石 那颜色方面 多不多给客人选择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给客人选择 例如有幻彩色 其实最特别的 现在大部分客人都会选择幻彩色 那些 以及有些木材的色 都会去选择 因为大家的概念 闪都是要像白光银光的闪 但其实有不同的设计 有不同的颜色 甚至乎黑色和灰色都会有的 说到我们是女孩子 说到这么漂亮的 一定是想再知道更多 今天Catherine 好像有些关于的产品 那些相片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让我们先看一下 好 这些是很常用的 是不是 这些是望去像筆 是啊 其实这些三支筆 中间那支 主要是用了长方形的水晶 去做出来 其实旁边的两支 就会用了珍珠 或者不同颜色 不同尺寸的水晶 去嵌出来 嗯 其实那些石方面 都不是只有圆形的 有些可能长方形都会有的 嗯 还有不同的尺寸 那客人都可以 选择自己喜爱的颜色去做 嗯 我看到颜色有很多种 砌出来的效果 都会很丰富的 除了筆之外 还有另外一些产品 这个是女士比我喜欢的 这些镜盒 对啊 镜盒 其实这个呢 我们会用了水晶的链 去围着边 再铺上水晶 中间就会放了一些 立体的公仔 上去的 这个可以是客人自己选择 还有最新 我们fancy stone 都是上面的 嗯 但是看到当中 有些花花 或者中间有一个兔子的图案 其实只不过是 一些配料 配件 配件 嗯 嗯 真的很漂亮 真的 看到萤光幕上 有些男士专用的 即是就口扭 刀窗里面 其实这个石 是否正正是保石型的闪石 是的 这个也是所谓的fancy stone 这个表面 切角面 或者颜色 都是跟之前的有些不同 结婚当天的时间里面 男士就不是被女士闪光了 都可以在袖口部分里面 闪回一下 都要顾及一下她们的感受 有时整天都是新娘子 漂亮 原来男士都有这些选择 可以令到她 当晚是出种一些的 嗯 那男士也还有其他的选择 还有 带劫 也加上不同的图案 不同的pattern 那我们都会看回 例如wedding 它们的主题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颜色 我们都可以配合主题去做 男士那种闪射的位置 比较低调 所以选择的颜色 也可能是暗沉的颜色去做 嗯 黑色也可以很闪的 这个也是 大家经常都会看到的 无论唱卡拉OK 甚至乎wedding 当晚里面 都有私宜需要拿咪来说话 在咪上是直接贴一些石像 是吗 是的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客人 去订这支咪 给他们wedding去用 或者有其他artist 其他公司 都会去订做这些咪 Amanda 如果我跟你 我想都很想要一支 这个咪 无论是在家唱卡拉OK 或者出去做event 都已经够闪了 真的很开心 看到这个 当然了 除了在舞台用品之外 其实如果家里面 新人 可能在结婚之后 都有自己的小家庭 如果有养物的话 寵物都可以很闪的 是的 就好像这些狗 有栽狗食物的小盆 也可以做寵物的名字 以及他们喜欢的图案 前面的名牌 也可以做寵物的名字 现在 对新人都没有想过 生小孩 其实都当自己的寵物 是自己的子女一样 也可以做一些 闪闪的东西 或者闪闪的物件 好像开始留意到 这些产品都可能是家里的 除了狗仔用之外 还有其他 新年的时候 大家养人就很开心了 首先抢一抢眼 然后再抢一抢 这个是什么 Cathleen 这是新年的糖果盒 这个是客人自己选择图案 我们去帮他设计 我们去帮他做 就好像这个 这间公司设计了这个 pattern的糖果盒 我们都会帮他去想 如何去做 我觉得新的一年 看见这个盒子也是大红大纸 一定会发光发亮 放在家里 就这样放在这里 就觉得很漂亮 开着灯 另外 当然在家里 一年才可以用一次全盒 但纸巾盒 每天都会用得着 这个颜色上 都是比较暗一点的颜色 因为用照片 都比较多灰色或黑色的石 但这些家里 基本摆设里 有很多学生是需要的 都会的 都会选择不同的图案 这个就会用黑白灰的颜色去做 都用了类似巴马文的pattern 都用了漸变的pattern去做 这个看上去 颜色选择方面 的确是低调了一点 但在我 觉得贴在纸巾盒上 确是很漂亮的 每个客人拿一张纸巾盒的时候 都很有感受 应该 所以有时候家里 可以在不同位置里 都加上这些闪石 可以点阻这个生活 就像这个 大家仔细看清楚的 是家里的灯锅 其实Kathleen 在这些灯锅的时间里 开始是很家里的东西 会不会很需要 你们经常要上门 帮我们服务呢 其实上门的服务 我们都会有的 例如这些灯锅 其实客人可以 除了一个灯锅 给我们去贴这个pattern 因为其实 灯锅这些图案 可能需要滑图 要构细 要帮它设计 或者上颜色 我们都要 客人放下 如果上门的服务 例如 例如 家里的门币 那些如果拆不了 出来给我们贴 那些我们会选择上门 或者电视机 我们都会去做的 当然 因为结婚之后 两个新人 有一个共同拥有的家庭 都想自己的家庭 会比较特别 或者有些奔客上来 招呼朋友的时候 看到家屋 可以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个很重要 我看见 我家里有多少个灯锅呢 我家里在数据 希望自己能否知道 是漂亮的 当然 结婚之后 结婚是一个时间 但只是一个生活的开始 所以家居的布置 都会很重要 当然我知道 除了这些硬件 可能登制这些家庭之外 常用的物品 自己一盒等等 都会用得着 可以贴闪射下去 另外这张相片 你们的产品 都经常用 而且我没想过 会有闪射在上面 我们看看 这个是什么 Catherine 这个是吸塵机 吸塵机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Catherine 我们也想了很久 这个图案 还有颜色方面 我们也找了一个 紫色的组组打 我们再画上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图形 上去 Catherine 这个吸塵机 可能上面有些图案 你是怎么去帮客人 有些图案 或者不同的图形 怎么去砌出来 其实我们想了一个图 我们会把手画上去 然后再加上颜色 就是要黏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去 用盏色再黏石 其实我觉得 这些吸塵机 如果你说自己去买的机会 可能未必太多 但是如果 你需要有朋友结婚 的话 当是一个入伙 或者新婚的礼物 都挺不错的 因为一定能穿 对吗 对吗 你会这么有心思 也挺不错的 Catherine 你会将你的图案 如果有朋友 送这个吸塵机 我首先会不舍得用 继续自己 可能做一个透明的箱 再箱起去 做一个摆设 那就不用来用 我挺怕你 那我以后都不吸塵 那就不是太好了 当然 其实在生活当初 很多细名的用品 都可以加线 寫格调 也差很远 我们看看下一个物品 是什么 这个我这样看 但是最初不知道是什么 Catherine 究竟这个是什么 你以为需要水喉 又好像这个门 的门制 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wide opener 开红酒 开酒 旁边都黏了黑色 灰色 和Crystal色的水晶 在上面 都比较名贵 通常客人 这个都是 挺受欢迎的一件物品 而且不单是 主要用具 他会贴了石 看到他旁边的配件 都帮他做了闪石的设计 是 所以我都觉得有些礼物 送给人 花小心思都挺不错 因为有时候人家结婚 送来送去都是杯 送来送去都有人上架 可能未必能够 可以突显这种细心 原来可以将这样的用品 而家居经常都可以倒 因为新居入伙 新的生活里面 用这些都挺不错 而且每次开酒都记得来 叫谁送的 哎呀 Kathryn她送的 真的很有心 每次都这么说 其实都挺不错的一份礼物 除了这些比较细微的东西之外 我知道还有一些大型的 黏石的服务 可以令这间屋更加美 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墙子 一对新人 入伙的时候 都找了我们公司 去贴了这个 用Crystal 颜色的水晶 贴在墙子上 都配合客人的 个人品味 配合它的主题 我想问Kathryn 这个家庭的墙子 会在什么位置 这个是客厅 客厅 哇 它真的要再加两个大的灯 射着那些闪石 就会更加美 其实会不会 如果一些客人 他们可能要证你上门 帮他们设计一些闪石的图案 或者摆设等等 他们会不会特别地 都需要加装一些装置 例如射灯 因为灯光 绝对能令到闪石更加闪耀 那这一部分 你也有建议给他们的 其实用普通的灯 其实水晶都会闪的了 但是如果你加上射灯 它的折射度就会更加高 这个很重要 Kathryn 刚才看你完成的产品 那些制成品 已经很吸引了 我看到我和Amanda的眼睛都发光了 我想随便拿件回家 很想问一下你 其实是否在婚宴上 或者个人的用品上 想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做这个服务呢 是的 但其实大部份的女生 随身的物品都可以黏满闪石 尤其是我们这个 刷 化妆刷 和粉盒 还有相机 其实大部份女生 都会有一件 都会有一件 我们就加满 黏满了不同的石上面 其实效果都变得独特 我看到这个化妆刷 十分之不错 每次在这个化妆 我对面那个就会很惨 很残眼 很残眼 当然 刚才说过 结婚里面有很多范畴 都可以用得着这个闪石 女士的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明白 经常见到一个女士很闪 但男士的部分 我曾经见过 那些男士都很型的 她们的波鞋可以黏了石 其实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服务 或者黏鞋的时间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呢 其实黏鞋 很多客人都会找我们公司去做的 不同的图案 或者黏鞋头 或者鞋头 我们都会去做 或者不同的颜色 漸变的效果 我们都会去做 这些鞋的质地 我们都要看回 如果是皮鞋 那些胶水 就可能没有那么 吃得实 可能都会比较脱 脱石的情况出现 但大部分我们聚了这么久都可以 只是肯定 其实在婚礼上 男士一向都比较低调 早期的时候 通常在她们的礼服 或者戏衫的领位上 会有点点闪石 或者不同的颜色 去配合她的人 但现在进展到很厉害了 可能她们穿的鞋 或者是袖口扭 在婚宴上 甚至乎是煲胎 对 我们也有一个煲胎 这个煲胎 这个煲胎很闪 嗯 是的 看到也很漂亮 因为一般的煲胎 都是用闪片 去处理了闪的效果 但这个煲胎 就是用了闪石铺在上面 所以有两重闪的效果 令到客人走过来 看的事情里面 都有一层次 就不是比女生漂亮了 蓝色也很漂亮的 你处得很漂亮的 好像刚才Amanda也有说过 可能一般 结婚会送礼物 都是选择杯子 上架等等 装饰 擺设或用具 但今天Catherine 也有带到这些物品 上来和我们分享 不过就不同了 真的好漂亮 闪石了 你看这一道杯 可否为我们讲解一下呢 其实这个杯是很漂亮的 对 对 这个客人捉走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些 香槟的杯 我都用了不同尺寸的水晶去做 大家都看到大小不同尺寸 我都用了一个 漸变散开的感觉去做 如果一对新人 都想加回自己的原本 其实都可以做在上面 但是会不会因为杯子 或者这些位置有个弧度 会不会有困难在这些石子 其实黏玻璃 最重要的是控制胶水 要做得很好 因为如果你放得多胶水 浸着水晶 就会不会那么闪 另外我想起 通常如果黏这些石子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胶水很多 然后就浸 也不是只是浸 而是旁边有一个圈圈 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那一粒石 就会布施 或者那一位是布施 可能在你们黏的时间里 会不会控制胶水量 也有十分之重要的 都要的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 塗得多胶水去做 如果浸着一粒石 其实我们都要 填出去 都没得要 或者 因为如果你碰过胶水 其实一粒石都会蒙 蒙了 如果真的蒙了 那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办法去帮助它呢 其实我们都会教客人 不用家用的普通火皱 去清洁石的面 这个也是一些候補方法 因为刚才你说过 很多的石子 不是只有一天两天的 是摆比较耐心 甚至家居上的设计 像电视机等等 都比较长时间 可能就要想想 如何保养 如果一般来说 我可能收到这样的礼物 或者我家里有这样的装置 那需要不需要定期抹一下它 或者用什么方法 你会更加闪 其实都是 可以用普通 濕碎的布去抹一下 如果你想去闪的 都是用家用火罩 去抹一下它 其实如果放得多 可能都会变黄 或者会掉 有些水晶也会 Catherine 刚才跟你聊天的时候 有了解过 好像早前 你们公司 会帮新人 做过一件比较特别的礼物 可不可以和观众分享一下 好啊 其实之前有个客人 也订了一幅画给一对新人 那幅画就是新人的Q版的样子 那个相片 我们就跟它画了出来 然后都沾满了水晶 它就送了给一对新人 那对新人都放在她的婚宴上面 婚宴的场地 放在Reception的位置 给一些宴客去看 之后都可以做一个楼念 纪念 挺好的 莎莎 你结婚当时就做一张大的 放在你的结婚的场地 也挺不错 够少了 多谢Amanda 没问题 你快点找到男朋友 除了这件事之外 Catherine也之前帮其他的新人 做过一些餐具上面 是不是都可以做这一样服务 也是 因为有对新人都会做一些双 做个商戏的双 上面 因为她的婚宴是红白色的 所以都做红色 都衬托自己的婚宴主题 实在是高贵 用这些餐具 但我想问 假定观众 我真的突然结婚了 或者可能我家里也想添试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特别的建议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黏石的呢 给他们多一些想法 其实婚宴后面的名牌 也可以做 或者 杯子 也可以的 或者 放在摄像架 也可以做 就像这个 相架 都可以放在婚宴场地上 或者 刚才也有想过 再厉害一点的 例如 全个主家籍的用具 或者是他们的椅子 都可以黏闪石 对吗 可以 我觉得 如果你想有这几套的石 你找男朋友的时候 可以计算一下 我相信价钱也挺重要 Catherine 因为这类型的水晶 闪色 闪亮度比较美 所以成本上 我们说了这么久很高兴 但会否相对地 也有考虑的因素 也会 也会 因应客人的预算 去计算 我们用的水晶 的数量 嗯 我很想八卦地问一下 Catherine 你做了这个服务 也有一段时间 其实也帮过很多客人 和贴过很多物品 最有难度的 你觉得是什么呢 最有难度 也会是 腸子 因为 我们贴腸子的时候 我们也要预计 那些位置 不可以贴错 这样用的胶水 因为胶水 刚刚新开的时候 都会比较容易滲下来 尤其是腸子 你不能摊平 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也有其他方法 去令到 我们用胶水的时候 会比较好些 让它没那么容易滲下来 因为很难想像 当你的花很漂亮 都有一条 那些胶水也挺大问题 但这个真的挺黑花的功夫 我相信本港的家庭 会选用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潮流都流行 贴一些东西 可能贴一些平面的东西 又或者有点立体 但也不是闪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 将来家居的潮流 入到人家的屋子 就会很忙 因为灯制又闪 墓墙又闪 所有东西都闪 这个时间内 大家可能要戴着眼镜 可能去别人家参观 我不知道Kathleen的家是否那么闪 我也有很多东西都很闪 例如随身物品 大型的东西就没什么 但随身物品我都有很多 可能我都会趁衣服 用不同的手机学出街 是的 我实在是十分之不错的想法 当然了 其他人的观众 如果你说我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都可以 实心想想 在你结婚的时间内 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一些闪的东西 当然了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也可以找Kathleen帮忙 今天不介意Kathleen 为我们介绍 做一些闪色的运用 原来很多地方都用得着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还想留意其他分類的资讯 记得留意我们《梦想成婚》 今天时间差不多 拜拜 允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